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9月6号 这是明镜火拍主持人陈小平 今天我们要谈中国在非洲的战略 大家都知道看新闻 习近平先生说中国政府要给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 事实上这个600亿美元和我们原来听到的数字 中国有一位官员在2013年说要给非洲提供1万亿美元的支持 相比那只是九牛一毛 因此中国到非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战略 要花那么多钱去挖矿 现在这个互联网金融 有的时候人家说淘金就叫挖矿 中国到那儿花那么多钱挖什么矿 今天我们要请一位专家来分析 好了 请我们的导播家专家请进来 何清年女士你好 你好 听众好 大家都注意到就是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高峰弄谈呢 习近平先生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要给非洲支持600亿美元 那么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啊 很多人就很生气啊 现在官方好像也不让评论把下面的评论也给屏蔽了 所以我想先请你谈谈这个中国现在在非洲这个投资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次习近平放这个600亿美元投资 非洲这一节这个新闻出来呢 大家反应很强烈 我觉得大家还是对这个中国的非洲战略不太了解 甚至也不了解了中国到底在外面投了多少支 所以我介绍一下一个最新数据 根据这个世界银行的资料呢 201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四大投资国 第一大的当然是美国590亿 第二大是这个英国570亿美元 法国呢在下降但是也有490亿 那么中国呢在2016年年底是400亿美元整 这里呢就是2017年又增加了31亿美元投资 也就是说到这个截止2017年底来是431亿美元 但是非洲呢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总量远远不止这么多 因为世界银行计算的只是投资 而中国呢恰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这是呢对非洲呢是援助投资 优费贷款低息贷款还有这些很多算在一起 所以呢总量是远远不止这么多 太多了我现在只说几个小数据 一个呢就是2011年就是阿拉伯之村的时候 中国在利比亚投资投了血本无归 大概是加起来呢就是净投资 就是280亿美元左右 因为利比亚的新政府在这个卡扎菲死以后 不承认中国的投资 然后就那个油田啊什么全部都重新收回去了 所以中国那一次是亏老大了 在埃及的一些地方呢损失了一些钱 而且呢中国在这个2000年到2014年 总共免除了非洲1360多亿的那个 其他的那个什么债务吧 所以这笔债呢实际债务是大得多 是一笔的大概只有中国政府自己的仔细算 才能够算出来的 其他的小的我就不列举了 2016年大家都知道这个 津巴布韦是中国的好朋友 莫加倍啊跟中国从来没闹翻过 但是在2016年啊 莫加倍突然宣布要把这个中国的 在非洲的企业在津巴布韦的国有化 所以中国的国企大概有10亿投资 就莫名其妙的成了这个津巴布韦的 中国政府呢好像对这些事情都毫无办法 没有什么惩罚机制啊 好啊这个刚才您介绍了几个数字啊 一个是投资是世界银行啊 那边算的全非数字中国在全球占第四 那么430亿美元 到非洲啊投了430亿美元啊 排在美国英国法国之后啊 这是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呢啊 澄清了一下就是说啊 那个所谓的一万亿啊 确实是那一万亿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啊 叫做啊 他是我查一下啊 他叫进出口银行 首席国家分析师赵昌辉啊 表示中国政府到2025年 要向非洲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贷款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第三个呢 谈到了就是在非洲的浪费啊 浪费最多的你提到就是这个 在利比亚280亿美元啊 血本无亏 然后津巴布韦国有化 弄掉了我们那个10个亿 然后呢1360亿美元的债务也给累也给也给没了 那么我现在我们回到习近平先生 这一次在这个中辉这个高层的合作峰会上 谈到的一些素质啊 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概念 相信你帮助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习近平说啊 提供150亿美元无偿援助啊 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那么呢提供200亿美元信贷资金额度 还有一个呢 那就是这个啊 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辉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啊 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啊 推动中国企业未来三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亿美元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有一些概念 我想请你给大家给大家说明一下 哪些是给他的免费的钱啊 不要你还的哪一些是投资哪一些是贷款啊 所以这里头能不能给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呢 前面那个150亿是包含了这个无偿援助 无偿援助呢到底在里面占50亿还是100亿或者少一点啊 他没有具体说我们也不清楚啊 但是无息贷款呢是要烦的 优费贷款呢是很低的利息 这里面呢三个占比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营吧 这三样东西呢可能最后都是费免除 就是包括那个低息贷款和无息贷款 另外那些呢应该说就是装限资金 一个呢是专门用于贸易 那么贸易呢就是非洲要跟中国呢每年进行结算 那么就是中间呢就是可能非洲拿不出钱 到时候就由中国借给他 然后就是作为结算 另外一个就是投资专线基金 那个就是要投资 就是某些投资他可能要跟这个非洲啊一起合伙 因为那个什么基础设施啊 基础设施大家都知道这个2017年 就是在这个一带一路北京峰会上 中国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动 就是以后呢中国不再做单纯的单方面投资 是重基础设施要求和当地政府合作 合作呢就是共同投资 那么共同投资如果拿不出钱呢就中国借钱给他 属于今年呢年初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机构在法复的发了一个报告 说已经有八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已经因为这个借了中国的钱还不出 那么其中呢像巴基斯坦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来说 反正都是去向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 也说他们欠了美国的 欠了中国的钱还不起 要债务破产了 那么这个是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弹 就是16个国费议员写信给这个白宫 要求查清楚这些债务怎么来的 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们美国捐助的最多 这些钱不能由我们美国拿钱去 给这些国家还中国的债 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当时闹了好一阵 目前可能还正在查 也正在跟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沟通 反正这也是今年秋天的借款 所以现在呢就还不知道结局怎么样 这里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政策变动 还有一个政策变动 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今后的投资 可以用人民币带作为那个本币使用 这一次呢我们大家也知道 在这个川普打贸易战以后 世界好多新兴经济体的那个货币吧 都有严重贬值 跳水 发生危机 所以这些国家都比较着急 已经纷纷表示 尤其是那个土耳其 总统呢已经表示 我们要绕开美元 使用第三种货币来结算 那么就是德国的外长也已经讲过了 今后全世界要建立一个 不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那个货币支付体系 那么就是意思 大家也知道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共有多少呢 总共有五大货币 就是美元是第一 使用率占百分之八十多 然后再就是英办欧元日元和人民币 人民币的使用率是最低的 所以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现在各国呢都因为这个情况 显然另起炉灶 但是另起炉灶的可能性又没有 咱们要另外探讨 这只是说他们有这个愿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也有他的考虑 第一呢就是这个 全世界现在已经有六十个国家 同意采用这个人民币来作为储备货币 我这里必须解释一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规定了人民币可以有百分之七的 那个分野作为储备货币 但是这不是法律 各国可以储备 也可以不储备 可以按照这个最高比例储备 也可以只储备 占本国的储备货币的百分之一 那么中国现在就比较着急 所以呢就在全国到处 在全世界到处推行 现在大概一带一路的国家 有六十个愿意接受这个人民币 作为储备货币 这六十个当然还有一些 少数几个是在这个外面 还有一些国家就愿意接受 跟中国作为货币复范 就是你拿我的货币 我拿你的货币 这些国家就比较多 就在这个东南亚那一带很多 像津巴布委就老早就使用这个人民币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在非洲的金融体系内 由于多年的经贸关系 已经沉淀了很多人民币 也就是说非洲很多国家的银行有这个 第二个就是民间也有一些用这个人民币 属于中国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好机会 那么非洲大概是两个月前吧 有十四个国家已经表示 要正式通过决议 就是让这个人民币作为他们的储备货币 所以中国现在就是虽然说要用美元 但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东西将来就是用几种东西代替 第一个就是基建的材料 就是可能直接算成投资 但是中国大家都知道三十几个产业都是产能过剩 像这个钢材 抛铁 中国本来就是产能过剩 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的对不起 电话气 我也没办法 等一会显过了吧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货币本币结算 那么中国就是物质材料这些投资作为一种折算 另外就还有贸易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就是把从非洲进口的矿产能源 也折算成这种就实物交换 所以这一次中国整个来说 它这些已经想得很成熟了 我为什么说它成熟呢 因为中国专门有好几个班子在研究这个非洲经济 那么去年公布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 就是非洲发生经济危机 很多国家正在做产业结构调整 今后三个投资方向是值得努力的 一个就是农业 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 还有一个就是矿产 而这三页东西正好都是中国需要的 中国的农产品有30%左右需要从国外进口 那么美国现在不是在跟中国打这个战吗 过去中国一来美国 那么它把这里转到非洲去 这样就可以规疲在美国市场上的风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基础设施 本来就是中国要输出的 第三点 矿产本来就是中国要的 所以就是这一次在习近平发出600亿以后 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谈了两条理由 第一个就是在正面和这个中美贸易战 中国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它转移战产 第二个就是它确实要去这边搞那个非洲搞大开发 就是跟本国经济对接 就是进行一种战略转移 经济战略转移 这篇文章已经登在那个澳管的中美网上 好吧 这个你开始谈及中国的在这个非洲的战略的一些 就是一些意义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 我要我们开始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 这个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在中共的这些领导人 他对非洲好像都比较注重 就为什么非洲那么重要 你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种背景 从中国对非洲确实历来比较看重 大概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这个毛泽东建政开始 一直到这个1978年 这一段时期呢 中国是在意识形态上面跟这个非洲结盟 那么就是跟非洲结盟是反帝反霸 反修正主义啊 就是这方面结盟前两者是主要的 而后面那个反修正主义呢 倒是非洲不是很对啊 这个结盟呢就到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 邓小平改革开放 应该说呢就已经松动了 这里我还得补充一句 从这个中美建交以后 中非关系已经淡了很多 因为那个当时非洲有很多人 都是号称毛泽东的好学生嘛 就是像这个什么莫加贝 卡扎菲啊 还有很多当初的那个领导人 都是打打游击战的时候 都是带着毛出去鱼路的啊 他们觉得既然你已经不反帝了 跟帝国主义投资去建交了 好像是背叛了我们 那个时候呢就中非关系的淡了一些 到了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中非关系就更淡了 那么到了大概从1978年开始到1994年 进入一个什么阶段呢 就是以台湾为重心展开非洲外交 因为台湾呢 当时不被中国承认是国家 它急需要国际设计承认 当时台湾经济有很好 就可以通过经济援助 也是用中国人常在说的大傻币的方式 去买一些邦交国 那么中国呢 在这个情况下 它不能够要让 不能够让这个台湾有国际空间 所以它就用更多的钱 去买这个台湾已经建立的邦交国 那么非洲好多国家 就是在这里利用这个两头通吃 先吃了台湾再吃大陆啊 两头都不耽误 这一段时期 曾经在这个美国大使馆的有一个人 我曾经见过他 他那个这是很多年前了 他说那时候的外交就是为这个 累死了 他说从这个 到了1994年以后就好过了 他说不再每天为着这个什么 跟台湾争夺那个非洲的邦交国 他说感觉就好一些了 那么1994年以后 就是从1995年开始算起 一直到现在 这个时候呢 姜征名单家了 邓小平1994年就已经生病了 变成植物人状态 他单家了以后 他要考虑自己的外交 这个时候他确定了 外交三层次 大国外交 就是以美国为对象 资源外交 就是以非洲 拉丁美洲的矿产国 就是矿产资源国的为外交对象 还有一个就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就是 中国跟周边的那个邻国 因为中国的邻国中间 有九个都跟中国呢 有大大小小的领土分争 所以呢 中国把他们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呢 就是放在这个周边外交里面 资源外交呢 这个时候 中国稍微有一点底气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外就是外费储备 已经慢慢的多起来了 有了几千亿 大概在坚振明时代 最开始是三千多亿 到了这个有五千亿的时候 发现呢 已经可以拿出一点钱去投资 那么就开始了 非洲投资 2004年呢 就是第一次投资的 超过三亿多 就是三点四亿 那么以后呢 随着外围储备的增长 就在这个 什么时候呢 就在这个对外 非洲投资越来越大手笔 2011年以后 有一个关口 就是阿拉伯之村 导致很多投资受损 中国那个时候就突然发现 对外投资呢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栏子 这个非洲这些国家的投资呢 是风险有三高 所以不能继续在这里 然后就转到这个欧美国家去了 然后就是 但是两头下注 非洲这边也没停 拉美也没停 不断地收购矿产 那个时候呢 这个问题我等一会讲 激起全世界的反感 尤其是这个西方国家 趁这个中国在全球造矿 那么中国对非洲投资呢 你要说完全没有做准备 也是做了准备的 他知道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投资 是有三高风险 第一就是风险高 就是投资呢 不安全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投资手比较大 因为小的根本就买不动 当地的矿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社会关注度高 就是因为那个矿产 都跟这个什么呢 单地的那个资源有关系 又跟环保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特别容易受止灾 那么西方的防保组织呢 又特别发达 而且那个非洲 拉美等地 有一些到这个 英国欧洲那些地方去留学的人呢 基本上都在那个伦敦政治学院 政治经济学院 那个地方是一个左派大本应 而且 那个反制理论 反新殖民主义理论 还有阿明的那个什么呢 中心边缘论 就是依附论 在他们那里 都是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 中国呢 也特别小心 但是中国的这方面呢 还是不行 不行在哪里呢 就是中国的商人和公司 只知道一个投资习惯 他们在过去在国内吧 就是认为呢 只要把政府官员搞定了 其他的我们不需要应付 那么 那些官员呢 还有收买矿产 很积极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非洲呢 有一些地方 在这我说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听了 不要不高兴 就是中国人常常在 中国人的想象中 非洲呢是一个比中国 不知道落后多少的国家 但是非洲有几样东西呢 比中国呢要先进一点 第一呢就是这个非洲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包括了囚长 他们大概是将近一百年以来 从这个英国殖民时代开始 就是送自己的子弟 去这个英国留学 而且都是从那个伊顿工学 中学时代开始 所以他们回去以后接班 或者进入这个外交 进入政治 政界 满口都是这种西方的理念 而且因为跟那边的政界 跟英国的政界吧 关系也是远远流禅 同学属于很容易结成这种关系 那么少次一点的 进入这个防保啊 NGO啊 他们也是有这些西方理念 所以就是这些国家 也毕竟大多数都还是有 这个表面上的民选形式 所以在这个劳工保护权益方面 和这个什么呢 社会民间机构方面 都比中国发达得多 所以中国呢 搞定了政府官员没有用 面临这个社会民间组织的压力 而且呢 非洲的劳工 根本就不像中国的劳工一样 愿意加班加点 为任由博学 所以呢 就是中国呢 在这个情况下 为了回避矛盾 尽量地从中国多带劳工 但是单地也很反感 认为你们带多自己的劳工 没给我们就业提供什么帮助 所以呢 中国又被迫 只好雇佣一点 那么中国人在那边呢 如果工资 比如是三个月结算 半年结算 中国人没有办法 只好忍了 但是对非洲人来说 你只要延迟三天 他就要给你 那个抗议 加班 只要钱不还 加一次班 他们就说你 搞学汉共产 炸取他们 所以中国呢 遇到的这类麻烦特别特别多 但是中国呢 不善于应对 找大使馆 大使馆 是叫他们人 不能和他们对立 但是呢 要想什么呢 像这个什么 美国 英国 法国那些企业 那样圆通的发解这些冲突 几乎是没有可能 因为美英公司在当地 固了很多当地的高管 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 能够和员工沟通 而中国的固的高管 基本上是自己的 所以这都是中国在非洲投资的 一些大的弊端 就是备受 就是防保劳工权益 还有就是这个资源设计的 一些国家的安全 都是他们杯葛的重要方面 这个非洲啊 竟然有这么的问题啊 为什么中国要去投资呢 我听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 非洲兄弟在历史上 帮了中国很多 也就是说 把中国抬到联合国去 非洲兄弟帮了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即使我们愿意花一千亿美元 我们愿意 我们也愿意这么干 那么这个就是算政治账了 你觉得有这种因素吗 这个因素是中国的宣传 我刚才不是已经谈到了 有一段时期 基本上不打交道了 是94年以后 其实是这个时候 监政民上台进行测算 发现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 已经成了一个资源 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 那么当时测算呢 是2005年 中国呢 就石油有百分之六十八 要依靠进口 铁矿石百分之四十几 还有同心旅 各种各样的矿 都需要一来进口 而且都是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而这些矿呢 基本上就是在非洲和这个 拉美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要对外投资 那么就像那个日本一样 他们开始是学习日本 就四处购买股份 四处购买股份呢 就是希望就分股份油 分股份矿 这些是说起来 那个小布什的弟弟 曾经还专门 受中石油 有中石油背景的 一个公司委托 一哈的名义去 在一家公司买股份 这个前些年 美国的报纸还报道过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中国就用各种各样的名义 在外面找矿 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资源安全 所以那个什么非洲兄弟啊 过去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啊 这只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现实考虑 那个援助的考虑呢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联合国有一个 人权理事费 2005年以前叫做人权委员费啊 就是这些 就是在上面每年呢 要就一些国家的那个人权状态 再提出批评 那么非洲的人权当然也不好 所以中国呢 就联合这些国家 经常跟美国作对 有时候甚至还对美国的人权提出批评啊 所以弄得美国很火 2005年宣布退出这个 人权那个委员费 然后就是在英国等国家的 联吼贷券 又说服了美国 重新把这个人权委员费 改组成人权理事费 那么就是美国 让美国勉强同意在里面观察几年啊 最后才决定加入 那么今年 川普退出的人权委员费 就是这个委员费啊 就是就是两个考虑 一个是资源安全的考虑 一个是为了在联合国对抗美国的考虑 所以呢 跟非洲建立了这么一种 非常紧密的 利益关系啊 这个好啊 就是刚才你解读了 就是中国非洲投资的两点政治含义啊 一个是这个啊 对抗美国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资源安全 那么实际上资源安全这个问题 说白了就是中国在非洲啊 算了一笔经济账啊 就是啊 把非洲啊 感谢非洲兄弟啊 这东西啊 有点这个冠冕堂皇啊 我觉得特别重要是你提到 就是说中国的领导评估 中国将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大国 因此呢 而非洲那个地方的资源极其丰富 因此我们要去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国去 到非洲去投资的主要的经济考虑 这当然是主要考虑 如果没有这个考虑 那就给一点援助就完了 何必去大笔腾资呢 实际上呢 在这些非洲投资的国家 都是那些超大型国企业 比如矿产就是五矿公司 在那里开发什么有资金书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什么呢 油矿的就私有那边 那么就是连桶油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这点说起来 中国老百姓把批评了大撒钱了 当然是可能不了解这个资源安全对中国有多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完全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了 所以不管你资源安全也好 他们情愿把这个看出来 看中国没资源安全了 他们有一些政治反对的人情愿看到了 就是政府为此着急 甚至呢引起国内的弄乱 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加速共产党垮台 但是实际上呢 中国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民主化了 中国的资源状态是养不合这么多人 将来必须还是要到国外来找换 找资源 这一点呢是中国的宿命啊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中国一定要到非洲去 否则的话没法解决这个千年大计 这是这个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分明说经济上的好处是中国去非洲去投资啊 可以消化一些什么产能啊 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 这个不是现在的非洲投资 而不是以前的非洲投资战略 而是一带一路以后 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 我曾经说过 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 就铁公鸡啊 就大力发展这个钢铁行业 还有就是这个和房地产基础设施 有关的那些上下游产业 大概有五十多个吧 其中呢跟这个修铁路 高铁这一路大概就三十几个 那个辅助材料啊等等 这些呢就是产能严重过剩 尤其是这钢铁行业 过剩产能达到百分之三十多 而且三十多个行业 所以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 还有不至于是中国实业巨增 提出这个一带一路计划 那么从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前 这个一带一路就提出来 那么习近平觉得是个好办法 就不断地把这个做大 然后最后成立了这个什么呢 就是亚投行又还成立了一个什么呢 亚投行专门负责是投这个什么呢 基础设施投资 本来亚洲已经有了一个亚开行 那是日本为主成立的 但是中国要一个自己为主的 能做主导的 那么就让这个亚投行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私务基金 就是各承担不同的那个 那么就是很多国有企业都去了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兴公司 也去了 中兴公司在那边就跟他们铺设 什么就是叫做五一吧 就是那种关签电缆通信设施 这方面就是比中国国内做的并不差 可能在某些落后地区还要先进一点 就是为了将来的在那边大手柄 就是在那边开发 然后中国也可以输出 既可以输出产能又可以输出外劳 所以这都是中国的一些考虑 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句 还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国家 因为一带一路 沿线的68个国家 大部分连国际评级系统都没进去过 我们都知道标普废域 这些公司都是那个国际的三大评级公司 有时候甚至人家说这三大评级公司特别厉害 对一个国家的信用 就是金融信用 企业信用评级 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 这当然有点夸张 但是这68个国家大部分连评级系统都没进入 人家懒得跟他评级 那么印度的评级是在B级 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A 在这个情况下投资 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 中国选出的那个办法就是共同投资 共同获利 然后就是以人民币结算 这些办法就出现了我开始讲的情况 就这些国家反不起债 然后分飞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而美国现在对这一点非常反感 川普已经表态 绝不能够让美国为这些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来买单 所以今后中美冲突在这方面还会加剧 所以中国对此也有解释 中国说这个殖民时代 那个老殖民主义者 已经把全世界最好的肥肉分割完毕占领了 现在轮到我们就只有这些了 只有这些了 所以就是都是去那些什么呢 英美资本比较少去开发的地方去 而这些国家的高风险呢 第一是政治动荡 政治动荡呢 就是可能哪怕是民主选举 第二任政府 即任的政府 就可能不任这个前任政府的战 我们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总统 九岁高龄 就是马哈蒂 他去了一趟 是印尼 印尼我说错了 去了一趟 然后就是吼人了中国的投资 理由就是前任总统贪污 他就废除了三个项目 那么中国又亏了 然后开始我讲的利比亚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的就是自己耍无奈了 也是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得解释一下 为什么英国美国投资不害怕这个非洲耍赖 而中国呢 一耍赖一点折都没有 不是像大家理解的 是美国英国有军队 所以美国确实是在这个非洲助了军 但是从来也没有利用这个 没有利用军队去解决企业的纠纷 英国当然也没有军队 其实这些非洲国家不赖这些英美的赞 是有几个原因的 往最低说 就是他们在当地的公司来 用的高管很多是当地的 而且他们吸引了一些当地的群贵股份 这是一点 还有一招 这一招呢 谈起来就化缠 但是我今天说一下大家 以后就有一个误解就可以 不要那个了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非洲的独裁者 拉美的独裁者 包括亚洲的独裁者 他们呢 习惯上是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 他们的贪污收挂来的钱 也基本上是存在瑞士美英银行系统 这些呢 就是瑞士那个银行保险箱 已经被美国呢 谴制 开了盖子 在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2011年 二月那个瑞士的独裁者资产法生效 就是以后任何国家的独裁者 只要倒了台 那个资产呢 不再返给独裁者的加速 而是返给这个属债国 那么规定了无限用途 就是逐年清房 美国呢 虽然没有出台这个法律 但是美国和这个西方的银行 早就建立了一个银行报表交换制度 这个呢 这个呢 是美国长达 几十年的 反洗钱的一个大成果 就是要求银行 你成全的是 必须做到 做到 三支 就是要知道 成款人是谁 知道成款的那个来龙去脉 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知道这个成款的任何大的变化和它复杂的什么 反正讲了这三条 三条以后呢 就是每个月交方报表 所以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独裁者加说 在这里沉的前都一清而出 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不是美国国会有议员提出 要公布这个中国的贪官的名称 不是美国没这个能力 是美国呢 目前跟中国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不必要采取这一招 那么就是其实其他国家独裁者也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只要是他们的公司在那边发生了问题 被那个当地的那个当局政府无力侵推 他们就可能在这边有这种杀手检案 那么中国就没有 中国没有 你去想想看看 哪一个独裁者把自己家的成款送到中国去了 还有就是哪一个国家 非洲国家的元首要把自己的职业送到美国 送到中国的大学去读书了 所以中国是没这个能力 中国现在从这个非洲吸引的学生 也最多就是一些小的那个什么官僚 绝对不是那种什么 顶级的那个统治者的子女 所以中国就是 当然中国的军队根本没有外出 出海作战的那个能力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侵吞了就侵吞了 中国只能是通过外交手段软磨硬球 然后呢人家可能退出一点点吧 就像埃及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涉及到谈到一个就是利用这个一带一路 或者利用非洲战略搞腐败的问题 那么你认为就是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中国的贪官不会把钱重到非洲去 要重去重到 不是 分两个层次 因为这个我知道大家是怎么说的 那个他们因为这两年不知道是郭文贵还是谁 所以编了一个沉船计划 共产党现在大量放了 还胆产放到外面 共产党其实目前没有什么恐慌 它放胆产也不必要 必要放到这个非洲去 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情况 就是独裁政权在 胆产是安全的 就是共产党政权在 但是中共只要一天不在了 那么这些非洲国家立刻就来战 这一点呢 胆产放到那里是极不安全的 但是呢 官员利用这个肥客 谈向我拿肥客 这个我想是过去发生过 现在可能也在发生 今后也不能杜绝 他们呢 怎么样赚钱 但是他们赚了钱以后 我估计他们也不会乘到非洲本地的银行里 想办法乘到比较安全的 那个西方国家的银行里 所以这里呢 我要说的就是说 贪污腐败肯定不会发生 但是不是他们说的成全计划 犯胆产 就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胆产和这个官员的财产 毕竟不是一个钱贷 胆产是胆持有 官员的钱贷是官员持有 如果要是打通的话 那就不必要反腐了嘛 那存在官员家里的钱就是胆产了嘛 我这样一说大家应该明白 对好 那么下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非洲战略和美国的关系了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在非洲有一个战略的 刚才从你一开场列出来的这个投资的数字看 美国是第一的 然后就是英国法国再是中国 那么这个中国和美国在非洲会不会形成对峙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有一个第二战场之说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跟美国打贸易战 中国觉得跟美国这边有问题了 以后美国市场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以后的中国的这个外贸战场转到非洲去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战场之说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 以后我们跟美国也不分那么热乎了 那么我们需要找一个出口替代的一个地方 那么非洲因此成为一个出口替代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这三点跟美国都有关系 我想提醒你这方面的意见 这些我确实都在我的那个什么呢 文章里面最近的篇文章 就是讲那个中国开批第二战场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我要说清楚 美国的570亿跟中国的430亿 投资者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这个私人资本为主 美国是私人资本为主 中国的是国企为主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呢 就是这个美国这些私人资本吧 投资在那边呢 他们是股份制 股份制呢 就吸拉拉不少私人资本 包括这个非洲单地的那个精英权贵的资本 比如那个你如果去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他们都有一个介绍他们这个校场的资料说明 我就注意到哈佛大学他们的那个很有钱吗 那历年的校场就在那个非洲就有公司 包括南非的钻石公司 还有一个呢普林斯顿大学投资的那个公司 那在非洲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好几百年的历史 那个那个公司是从是比利时的一家公司 这些公司呢 详细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呢 非洲在这个六十年代的明解运动中啊 确实是没收了很多外国资本 收归国有 那么当然就是这个英国资本为主 法国也有不少 德国也有不少 但是呢美国相对少一点 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殖民地不多 后来呢大概是 这个是持续到这个六十年来初 但是后来非洲的统治者 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缺乏这个西方人来管理 他们连那个道路的路灯系统都运作不了 还不要说复杂的那些企业运作 所以呢就除了政府 没有反给那些殖民者 其他的他们都先寄又去请他们回来 继续管理 这个中间呢是如何谈如何那个呢 大概就 外面就很少有公开资料 所以这些老公司呢都是这么样 被赶走 没收资本然后又回去的啊 所以就是这个中间的关系呢是错终复杂 那么中国的资本呢就跟他们先比 就有几条 第一 投资时间短 第二是国有资本 第三呢是没有欺收非洲单地的精英资本 所以都是一家独吃啊 就是缺少和单地政府和单地民间社会的沟通能力 第三呢就是中国确实很不注意这个劳工保护 所以就出了很多问题 那么美国呢 这些年来在奥巴马时期又重新重视这个非洲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奥巴马的故乡是肯尼亚 所以呢就是他除了从肯尼亚大连引进移民之外呢 还专门订立了一个新非洲战略 新非洲战略呢就是这个呢也出台的有点充满 就是2018 20多少就是2016年 他在零卸任的那一年才签署了一个2016非洲电力计划 要由这个美国政府的那个控制的国际开发所投资 就是帮助这个非洲建立很多电力系统啊 然后呢再就是又重新呢 改了这个就是充实了克林顿时期的这个非洲发展和原住就业计划 那么就是这两个就做了他的新非洲战略的重点 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川普上任以后 曾经想废除 后来呢就是因为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过程中间 发现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在非洲 然后呢就有人向他建议 应该跟中国在非洲展开竞争 那么众议院提出了一个规划 就是把美国几个政府管的几个机构合并在一起 成立一个新的叫做国际金融开发公司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这个开发公司的主体 就是尼克松在1971年建立的那个什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然后就把国际开发署最重要的极限功能拿过来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个贷款额度 那个计划 那么就是这个公司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跟美国在这个非洲的投资做债保险 投资债保险这个业务中国人很不熟悉 就是政府呢鼓励一些公司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 去一些高风险地区去投资 那么如果投资失败了 就由这个债保险赔付 这一次呢就是但是过去给的额度不是很多 是300亿 这一次川普呢就是众议院把这个法案额度一下就提高到600亿 这也就是那么这个法案呢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现在就等参议院通过 那么在跟中美贸易战呢打得这么如火如荼的时候 应该对付中国的法案比较容易通过 那么可能通过应该不是有很大的毅力 我这里讲到他给的额度是600亿 那么正好呢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提出600亿的原因 就是明摆着就是跟美国要在这个非洲开辟第二战场 嗯 那就是白手腕的意思啊 这个再提到习近平啊 习近平这次呢除了给600亿啊 他还给了很多啊 正好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6600亿之外呢习近平啊 还提到在跟非洲在未来三年和今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那么这个八大行动的里面包括呢啊 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 向非洲受招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 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 向非洲派遣500名农业专家 为非洲实施50个贸易畅通项目啊 为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项目啊 还有啊在非洲建立10个鲁邦工坊啊 为非洲培训1000名精英人才 为非洲提供5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 为非洲提供5万个研修培训名额 邀请2000名非洲青年来华交流 升级优化非洲50个医疗援助项目 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 实施50个安全援助项目 好像习近平特别喜欢50这个数字啊 50500啊很多 当年胡耀邀请3000个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啊 这个中国人们都气死了 现在他要邀请5万5万过 那么这个我谈这些东西呢 我想问那个何清莲女士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非洲这个地方 除了投资不安全以外 就是有一个统计数字是95% 这个投资啊都亏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人家现在批评呢 中国在非洲有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政策 这是不是中国必须面临的一大后果啊 我先把前面的问题谈一谈一下 然后再对头谈那个新殖民主义 前面这些问题呢 其实习近平是很有针对性的 非洲大家都知道多少年来 很多国家呢 因为战乱 因为天灾 常常粮食欠收 所以农业凋敝 美国一直是最大的粮食援助国 美国有一个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 叫做粮食犯和平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联合国的联农署实行的 联农署实行 就在上个月 川普刚刚停了这个项目 就是提出来 就是在新一年的财联 财联里面 把这一个一笔钱 废除了 那么就是 不再给非洲提出 提供这个 粮食援助 这一点呢 那个古铁雷斯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 挺生气 一停了以后就立刻发表讲话 又是谴责批评 又是恳求 批评就是说 不应该放心这种人道援助 恳求呢 就是美国还是要尽大国责任 要不然非洲会很亏难 那么习近平这个时候提出来 应该说正好符合这个非洲的需要 应该说是非洲缺什么 还是送什么 但是这里我也要讲一条 非洲 因为刚才我讲 中国今年跟美国贸易战 不是那个大鬥争的一个主题材吗 就是这里就牵涉到中国一个弱软的 就是粮食进口 过去的中国的三大主粮 就是这个大豆玉米小麦 都依靠从美国进口 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 现在呢就是可能准备把非洲 建成中国的海外粮窗 那么这一点呢 中国的农业水平 当然是比这个非洲要高 派一些专家去指导 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而且非洲肯定是翻译这个项目 这一点 中国也解决了一个年事的后顾之忧 就是你美国别想掐我脖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非洲那个地 是不是适合重大 因为重大都是挺消耗力力的 这个他们可能农业专家比我更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就是讲那个要吸收多少个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 就正好你看我开始讲过 英国跟这个非洲的关系吧 就是从殖民地建立以来 上百年就是非洲的贵族 那个统治者 包括酋长的子弟 都送往他们那里 在一顿工学开始就是同学啊 好 那么中国没这个条件 中国就吸收次一点的人 把他们经过培养 弄成精英 训练成精英 然后呢 就产生一种 就是形成一种亲中势力 这个是中国的残缘考虑 至于你谈到那个什么呢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说 他这样做的是有他的残缘考虑 从中国人人民的立场来说 他们的愤怒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人呢非常穷 每年教育产业化 大家是扎锅卖钱 也得欠债也得供职率 而这些人呢 非洲学生来了 每人每个月四千块人民币 你说要中国人看气不气 我也生气啊 就这样的 所以 而这些还有一条 中国人呢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这是为了你中共政权延续 而不是为了我们中国人啊 那个什么 中国人的幸福 和中国人的发展啊 所以这一点呢 我是非常理解这个 中国老百姓的愤怒的啊 但是中国确实在这个非洲的发展 遇到一个大问题 我以下说的稍微学术化一点啊 但是必须要理解 就是中国呢 在非洲大点投资的时候 很快就遇到了 第五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全球内的第五代民族主义 那个911是个标志性事件 那是宗教民族主义 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在这个宗教民族主义呢 是西方世界头痛的问题 包括目前发生的那个恐怖袭击啊 还有伊斯兰主义啊等等等等 都是宗教民族主义 中国在这个非洲和拉美遇到的是什么呢 是资源民族主义 资源民族主义有两个理论主干 一个呢是新殖民主义 一个呢就是这个阿民的那个伊夫内 新殖民主义很好理解 就是说这些殖民者到我们这来 是来抢夺我们的矿产资源啊 然后呢就是用低价购买 然后就是再把他们的工业品高价群销给我们 然后就维持他们的国家发展 剥夺我们这些被殖民国的人民 这跟那个老殖民理论是差不多 只不过是殖民的主体 从过去的英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变成了中国而已啊 这是一条 在这个拉美呢 就不一样拉美的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家 叫做阿民 他提出了一个边缘伊夫内 边缘中心内 他的边缘中心内呢 又被叫做伊夫内 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处在那个经济发展的中心 这些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处在边缘 那么就是这些中心国家呢 就通过他们的工业技术 还有这个金融优势 盘缘这些发展中国家 那么发展中国家呢 就只好在经济上依附于这个 这些国家 但是这个阿民的理论呢 为什么破产呢 有一个很大的 在我看来是破产 他说的是这些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缺乏资源 而这些什么呢 穷博富有资源 这一点用在美国身上完全不合适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 向外面出口粮食 又是最大的资源大国 向外面出口资源 又是最大的科技大国 就是互联网技术 它是源头 还有也是教育出口大国 所以呢 发展经济学就是因为 阿民这些基础理论设计的不太好 所以到后来呢 就基本上新生了十年左右的破产 但是他在这个拉美国家 非常有影响 拉美国家大家都知道 从这个二十世纪 三十年的辟农执政开始 是全面左倾 形成了一个左倾的那个拉美政治圈 这些国家都信仰社会主义 信仰新马 所以呢 新马就是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中国在这两个地方投资 在非洲遭遇的是新殖民主义理论 在实践者的对抗 在这个拉美遭受的是这个阿民的 那个衣服内的对抗 所以呢 就是 这一点呢 他们人家使中国呢 在这方面 要想证明自己不是新殖民主义 是相干溃缘的 所以这一点呢 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学习中国文化 学习中共那一套理论 就消解这个西方国家教育出来的 那个新殖民主义的 那个什么呢 对中国的对抗心理 我其实听过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的学生 跟我谈过 他在那边读博士 结果呢 来了一个黑人学生 是非洲的 一开头 就讲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危害 最后就把新殖民主义的主体 就当作这个 中国 然后就在那里 大家批判 整整一个小时 就是他在谈 结果听到那几个中国学生 心里很愤怒 和大家吵起来 但是 那个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支持这个 什么呢 这个黑人学生 所以 他当时就感叹 说 哎呀 中国在非洲也是步步难行 不讨好 这些东西 大家 如果你要是到非洲去 就更加清楚 而且那个非洲的NGO 有好多都是西方资助的 谈那个防保啊什么什么 属于那一套理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防保 极客都是蛮厉害 如果他们要是针对美国一个本土的企业 呃 美国本土企业碰到他们 都很很痛 更不要说 中国在非洲 遇到这些防保组织 根本就对付不了 嗯 好吧 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是说 我们一般谈中美对峙啊 我们谈贸易啊 谈亚太 谈台湾 谈南海 谈东海啊 但是呢 很少关注到非洲 那么这个第二战场理论出来以后呢 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第一个中美的对峙啊 范围更广泛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可以说在程度上呢 应该是更加加剧了 嗯 我想是这样 目前只是个开头 嗯 中国在这个第二战场的对峙 声势上肯定会比美国要大得多 啊 因为它是个专制国家 一开启一个计划 那就是取国起制 资源 人力 宣传都跟上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 川普现在正面临这个 11月中期选举 目前连那个大法官听证 都遇到那个暴民事的抵抗啊 就是目前是很麻烦 一定要过了这个中期选举以后 他可能才有精力呢 来 考虑这个非洲那个盘子 呃 所以声势上肯定是 美国弱如这个中国 但是有一条 美国有任劲 美中国呢没有任劲 而且美国在非洲的麻烦没这么多 美国呢这个国家的投资分得很清楚 投资就是投资 援助就是援助 比如他取消的联储援助 就是取消联储援助 但是他准备开启投资就是投资 但是他也不是政府直接去投资 而是鼓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去投资 而只不过是这个机构就是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进行债保险 所以这个私人投资公司 会比较谨慎 考察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项目的风险 项目的盈利 所以他的投资过程会比较 而且项目评估过程会非常缓慢 所以在那些高峰野地区 肯定美国公司是不去的 这个美国这个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我说的就是要并估这个国际开发公司做主体的 已经有海外投资40多年的经验 基本上是成功的 这也就是川普为什么放心把这个公司 把这个国际开发署的几项大功能交给他的原因 所以这指 但是你有一句话是对的 就是中美呢 这个对抗 经济方面呢 对抗 已经从这个贸易战扩展到一些投资领域的争夺 这里是已经看得到的趋势了 好 谢谢何晴莲女士 今天跟我们谈北京在非洲的这个战略 那么这个我们说想我们想知道他下的是一步什么棋 花这么多钱啊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他要算政治战 政治战就是要拉拢非洲兄弟啊 在国际舞台 尤其是联合国啊 为中国政府这个摇旗呐喊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跟美国的关系呢 他需要开步 开步 开步 开闭第二战场啊 这是啊 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政治战啊 第二步呢 要算这个经济战 经济战算的是什么战呢 是资源安全的战啊 因为中共领导评估就是说中国将来将是一个资源缺少的大国 那么非洲呢 有更多的资源 因此呢 即使不管民族国家也好 非民族也好啊 中国这个国家要要到非洲去挖矿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啊 我听到何先生女士讲就是一个粮食战略安全啊 他现在准备把非洲建成中国的粮仓啊 至于行不行 那就不知道了啊 那么这个传统上呢 就是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呢 都是不太容易保证他的收益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北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尤其是啊 这个何卿年去谈到 他们北京要面临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啊 这样一种反击 如果遇到这样一种反击怎么办 另外呢 当下的美国现在啊还没有跟上来 但是如果美国把气缓过来之后 北京现在只是鲜身夺人 那么下一步后劲如何也是看不清楚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何卿年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习近平在非洲投资 遭到民间这么多反对声音 根源是在于中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解决一个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呢是分三个层次 第一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中国很明确就是赴国前兵 但是没有赴民 就是民众的赴予不在这个中国的发展目的之内 第二个就是发展的主体是谁 那么中国呢是让政府承担这个主体责任 那么政府投资政府投在四大水龙的钱 但是他也不会对投资效益负责 第三个就是随时发展的受益者 而这种老百姓看到的受益者 就是那些贪官污吏富人 就是少部分 比如还有红外带 老百姓呢70%左右还是穷 在这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按照现行体制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他只要没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老百姓对于中国政府在外面大撒钱 搞对外投资 那么有一肚子气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要补充的就是这些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理解 这个中国在外头大撒币 他有一些苦衷 那么第二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苦衷呢 刚才何清廉补充的这几点 这几点就是中国有富国强党 强兵 但是从那边抢到富国强民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老百姓被自于这个事件之外 这是很多人生气的 这个 这一点呢非常重要 谢谢何清廉女士的补充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另外呢 我要谢谢网友的收看收听 最后呢我要谢谢我们导播的制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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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